这种冷藤啊 春节前呢 摘这个番茄啊 还是受影响很大 温度低 是非常差的 我现在我身边 我这种植袋 包括里面的 栽培机枝 栽培机枝采用的是这个蚯蚓 已经用了第三茬了 这是第三茬栽番茄 第一茬是番茄,第二茬是甜瓜 第三茬也是番茄 这种无土栽培啊 用大庄啊 第一次投资的时候 一抹跌有三千来块茬 到第二次第三次栽培的时候 你就不花钱了 那个上一茬的一 拔掉以后直接就栽起苗了 非常方便 你看这种秋元粪 非常松散 这是属于约中越松散 约中越松散 用这种带庄 去做无素栽培 在换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啥 一种呢就是说 你上茶收完以后 就是在下一茬栽种之前 就是用清水去浇灌 大量的去浇灌 这个经过一个季节啊 施肥啊 就是会沉寂在这种中越自然里面的 这种无基盐肥料啊 冲去出去 达到一个洗盐的目的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说 如果你第二茬和第一茬 有两三个月的时间的 一个时间差的情况下 你可以去种一些叶菜类的啊 这要温度合适的情况下 种一些叶菜类的啊 种进去以后 你就不需要再去浇这个肥水 直接浇清水啊 这个叶菜啊它生长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种类袋里面的 一些积累的盐分呢 就可以去吸收利用了 到时候叶菜一采收以后 这个种类袋里面这个栽培机制啊 就是收益分的啊 和刚开始新的是一模一样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啊 采用这种大桩子 通过不同的处理方法 都能达到一个最终的一个 省钱产量高 然后省工省力这样的目的 也不是说实话 就这样的话 我们在一边 你不用加一些 所以我们在一边 有点点消息 握学区 您的这种东西